大家好,我是Anthony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这期视频,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社会苦难崇拜的文化。 这也是我们频道未来会经常探讨的话题,在7月7号的那期视频里, 我们讨论了中国人在学习问题上有崇拜苦难,迷恋苦难的倾向。 当时说到,中国文化里不少耳熟能详的有关学习的谚语、诗句都在强调吃苦, 比如雪海无雅苦作粥,不经一番刻骨寒,怎得梅花扑鼻香等等。 似乎中国人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,总是要去承受或忍耐生理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。 这种观念,当然也在现代中国社会无处不在。 那今天这期节目,我们就来从一个更深的视角去审视这种文化。 我们说,苦难崇拜,指的是对痛苦的一种非理性的迷恋, 也就是认为,苦难、痛苦本身有一种神圣、光辉的意义, 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正面价值的东西。 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有一些痛苦是达成目的,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, 但这并不属于苦难崇拜的范畴。 比如,在洗衣机发明之前,一个人要洗衣服,就不可避免地要忍受弯腰、洗刷的乏味和劳累。 许多原先要由人从事的体力劳动,未来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交给机器去做。 这些痛苦属于一种必要的恶,是人们所要努力减少的东西,当然不会去崇拜它。 另一些痛苦,可能只是外人看起来很苦,但我们自己更多感受到的是快乐, 比如去学习一门语言,一种乐器,去学一门学问,都会或多或少要应付一些繁琐、枯燥的东西, 也会导致身体上的劳累,但那种求知和进步的快乐会压倒劳累感, 当我们靠着内区力在从事这样的事情时,也不觉得那么辛苦了。 但在这里,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好奇、欲望和向往,而非痛苦感。 而我们说的苦难崇拜,指的恰恰是把痛苦视为一个人成长和成功的主导因素, 决定因素,还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,开阔人的心胸。 因此,在苦难崇拜的文化看来,苦难本身还具有道德意义,教育意义。 正是由于苦难有着这种神圣性,因而它不仅不会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加以消除, 反而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,去检验、教育、提高一个人的, 如果没有痛苦,就制造痛苦。 也正因为如此,这种苦难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消除的。 当你将痛苦视为必要之恶时,那么痛苦就是有限的,可量化的,有边界的, 而苦难崇拜下的痛苦,则是泛化的,无限的,扩散型的,甚至是完全违背工具理性的。 而这种思维,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家庭、学校、企业和政府之中。 比如,中国有不少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糟糕的时速条件,制定了苛刻的生活规章制度, 但很多家长不仅不反对,甚至还称赞其管理严格。 有家长就认为,如果连这种苦都受不了,将来可以面对社会的挑战。 许多中学为了出成绩,将学生的休息时间严重剥夺压缩, 以至于到了影响日常生活的地步,从升学率这个工具理性的目的来说, 这么做实际上会抑制学生的做题能力的, 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迷恋这种做法。 再比如,在中国的职场和政府中广泛存在的形式主义, 领导们喜欢制定不切实际的高目标, 用文山惠海来占用下属的精力。 在很多情况下,这么做是为了让下属疲于应付, 因为中国的领导们似乎普遍认为,下属闲下来是很危险的, 下达高指标虽然可能导致下属职业倦怠,低效率,乃至工作质量下降, 但可以让他们更听话,而这被认为是一项更为重要的素质。 宣传领域也是苦难崇拜的重灾区, 经常到了完全反人性和扭曲常识的地步。 比如,我们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, 讲到了疫情期间官方针对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正能量宣传, 当时我们说到,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必要的, 官方只是想通过女性抹杀自己的性别特征, 来唤起大众的悲情的感觉。 诸如此类的操作,都让我们感觉到, 中国社会的很多不人道的现象, 似乎和其他国家的不人道有着某种区别, 比如20世纪早期美国工厂奉行泰勒制, 美国工程师泰勒通过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, 并对之进行严密设计,研究出了最经济且生产效率最高的标准操作方法, 从而将工人的工作潜能发挥到极致。 泰勒制在美国被视为剥削工人的奴隶制度, 但它是建立在经纪人假设之上的理性博弈的产物, 是为了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现实目的, 而中国社会的很多非人道的做法, 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, 有时候很难用工具理性解释, 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信仰和宗教的东西。 那么,这样一种文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呢? 我们首先把视线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上。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, 是一个苦难崇拜,逐渐登峰造极的过程。 在去年12月10日的那期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视频中, 我们提到了五四十七的很多知识分子, 都热切地呼唤新人的出现。 所谓新人,指的是能够忘我的工作, 克服自我的私情和个性, 服从集体和组织的安排, 并以当局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人。 在当时的人看来, 只要有足够多这样的新人, 中国就能够克服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, 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, 而要制造大量的新人, 就必须通过思想改造等手段, 来激发个人的精神意志, 信仰力量。 对此,我们在4月19日讲, 中国国民性的那期视频里, 有过详细讨论。 当时有这种改造国民性想法的人很多, 但只有毛泽东通过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, 成功地将这种思想改造的手段落实, 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。 在毛泽东看来, 只要拥有坚定意志的人, 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。 既然新人的关键就在于消灭人作为个体的一面, 也就是消灭个人感受, 个人利益, 个人动机, 个人观点, 那么苦难在锻造新人的仪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, 因为能否吃苦, 恰恰可以做一个人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摒弃自我, 和集体融合的重要判断标准, 由于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消灭个人感受, 因此这种苦难考验就是无穷无尽的, 一个人需要每时每刻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。 在这种思维下, 苦难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, 而是本身就成为了目的。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, 你要群众了解你, 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, 就得下决心, 经过长期的, 甚至是痛苦的磨练,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,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, 脚上有牛屎, 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, 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, 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。 在这里, 苦难具有使人融入大众的道德意义, 甚至还能够净化人的灵魂, 从而克服因为执着于小我而带来的苦恼。 苦难状态以及苦难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匮乏, 因为缺乏自我而下意识的服从, 都被抬高为一种崇高的美德, 而在宽裕状态下, 养成的松弛和自信的气质, 则被视为可耻和自私的缺陷。 阶级《身份和差异》一书中记载, 1949年4月, 接管南京文化系统的干部, 在与南京知识分子谈话时, 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, 用手不停地抓闹他那双肮脏的赤脚, 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分子。 而1949年,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像他那样, 好像自己是老革命。 1949年后, 这种意识形态就被推向了全国, 并在大跃进运动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。 比如当时的各个工厂, 普遍开展义务劳动, 自愿加班以及自愿取消寄件工资的活动。 实际上, 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提高产量的经济理性, 一个更加深层的动机, 是通过这种活动对工人进行思想改造, 这种精神上的教化同样是运动的重要目标。 实际上, 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的工作, 许多工人都对大跃进有所不满。 在北京石井山钢铁厂, 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已占总数的27%。 然而, 各个工厂党委则普遍将工人的不满视为反革命现象, 寄希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加以改造。 比如, 在我们曾经提到的安山钢铁厂, 安钢领导们首先以干劲大小, 有无牢骚怪话, 是否自愿加班, 来判断一个人是先进还是落后。 下一步就是在工人间开展大辩论, 辩论后, 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有所上升, 但不久又会有牢骚怪话出现, 于是就再进行一次辩论。 这也是整个前30年的一个缩影, 那就是, 思想改造越是起不到效果, 就越是认为改造的程度还是太轻了, 需要一场更加触及灵魂的改造, 到文革时期, 这种触及灵魂的深度达到了巅峰。 在3月15日的那期视频里, 我们曾经提到文革时期, 官方以铁姑娘为女性模范, 号召女性学会忍受各种苦难, 正如金一红在文章所说的。 在当时, 女性爱美不仅意味着喜作小儿女态, 革命精气神不足, 也可能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, 南京三八女子搬运班一个爱美的姑娘, 因为没活干的时候就换衣服, 洗脸,擦雪花膏, 对小镜子梳头, 学普通话, 就被人称为妖精, 入了落后分子的另策, 一句玩笑话也被勒令写检查。 文革时期, 另一个苦难崇拜的典型体现, 则是将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, 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是出于对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量, 但也的确有思想教育的成分, 当局认为使人置身于艰苦的环境下, 能够彻底改造世界观。 值得一说的是, 这种美化苦难、崇拜苦难、迷恋苦难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, 而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的。 比如,越南有一个名叫陈德草的哲学家, 他早年在法国留学工作, 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, 受到越南民族主义的号召, 陈德草曾在20世纪40年代从欧洲回国, 自觉接受思想改造。 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没能与党并肩战斗的愧疚感, 他故意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, 让蚊子叮咬自己, 最后患上了疟疾, 而这是很多越共老游击队员都得过的疾病。 陈德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虔诚。 在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根据地, 当时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女性, 因为原先在城市居住, 受过教育, 就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, 他被要求用手直接清理鸡份, 而不准用工具或者戴手套, 直到他得了皮肤病。 1968年, 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, 发起了名为革命公式的政治运动。 卡斯特罗希望到1970年, 古巴能实现1000万吨的糖产量, 同时也希望这场运动能彻底清理古巴的旧传统, 塑造新人, 因此这也可以视为古巴版本的大跃进加文革。 当时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, 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。 街头有巡逻队, 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, 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, 常常故意切断电源, 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。 其他诸如朝鲜, 红色高棉等国家还要更加极端一些。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也吸引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。 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曾经观察到, 在坦桑尼亚的一次关于提高物质待遇的罢课活动中, 参加罢课的坦桑尼亚学生都是在西方国家或其殖民地留学过的, 唯有在苏联和东德留学的两个学生没有参加, 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态度, 使尼雷尔得出结论, 西方太个人主义了, 所有教科书都强调权力权力权力, 没有责任, 而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, 那就是对责任的强调。 当然, 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。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, 苏联社会开始了对个人利益, 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的探讨, 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就运用了利润、 奖金、核算等纯经济手段来促进苏联工业, 而不再一味地讲奉献和牺牲。 持改革意见的包括苏联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干部, 这场讨论松动了苏联的意识形态, 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很大反响。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立刻抓住了这个松动的缝隙, 最终促成了反抗苏联极权统治的布拉格之春, 然而在中国和古巴等国家, 对苏联体制的批判则体现在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, 大搞物质刺激,经济挂帅, 背叛了斯大林体制。 虽然都是批判苏联, 但中国和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批判是截然相反的思路。 总之,在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上,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, 越是落后的国家, 往往越有苦难崇拜的倾向。 这是因为越是落后的国家, 经济发展水平和复杂度往往越低下, 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水平也比较弱。 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10日的这期视频所说, 这其实是一种原始心理、防御机制的爆发, 在面对外来文明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时, 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往往捡起来的, 是文化当中最保守和传统的那一面, 并试图借此来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弯道超车。 之所以说这很原始, 是因为苦难崇拜, 其实是一种巫术思维的体现。 正如这种崇拜, 通常也伴随着对魅力型领袖和神迹的迷恋一样。 由于污蔑化的思维方式, 在这些国家更有市场, 更适合作为凝聚人心的纽带, 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, 往往表现出某种向更原始的状态倒退的倾向, 当然, 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。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, 下期视频我们还是继续探讨苦难崇拜的思维方式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, 请联系我的邮箱。 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, 也请联系我, 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 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 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, 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 再见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